愛打籃球的你 是否曾注意過學校籃球場的籃網 似乎經常都是玩好的 很少看到沒有籃網的球框嗎 也是否注意到球場上損害的籃網 好像隔一陣子就會被換成新的呢 那個網絲 因為我綁得很堅固 那個一個網絲 可能打差不多一兩年 它這樣不會壞 特別是說 平常容易斷的地方 我都有加強大的孫子 把它繞一圈 這樣它就不容易斷 綁好以後 用膠布把它包起來 它就也不會風吹一打 那個孫子永遠是那麼新 對 就很耐久耐用 對 很容易 它 石河文章 今年71歲 民善人 曾在台南航空站工作 並在任時加入了籃球隊 已經打了50多年籃球的它 因為知道沒有籃網的籃框打起來是多麼不方便 它藉著一股對籃球的熱情 打籃球就是有那種投球那種瞄準的樂趣 所以對這個瞄準的樂趣我非常享受 所以就出去再運動 因為對身體又有好事嘛 所以就 進去不會減弱啦 所以就更怕無聊啊 所以就到處打球 到處幫球友服務 換一換籃網這樣 八環的地區 只要我到處亂跑 只要看到籃網壞掉 我就一無幫忙換這樣 像新營 台南 高雄 屏東這樣 我到處跑 到處換啊 籃網跟梯子跟那些 那些工具我都隨時放在車上 這樣才有辦法看到就馬上可以維修這樣 除了將籃網換新之外 何文章每半個月都回到各個籃球場 檢查自己曾換過的籃網是否損壞 這樣無私的奉獻 也吸引到其他善心人士的幫忙 像有一句在高雄在 那個九族國中換籃網 運動的人看到 那一個人就進來問我 他知道我是智慧在換籃網 他就要捐錢來 來給這個買籃網給球友服務這樣 那個就是我碰到 這個難忘的記 回憶 知道我 會問我為什麼要那麼多 又不是學校 那我就說我到處幫人家換籃網子啊 當志工啊 他就看我很熱心 他也是會很熱心的 說那這個給你打折 那我還要兼一半的請教 來替這球友服務這樣 這樣 來到籃球場何文章除了換籃網之外 也會懸待維護球場整潔 並跟學生們來場鬥牛比賽 而學生對於這位熱愛籃球的老先生 又有什麼看法呢 上次有一次有就是跟他打球 然後就覺得阿伯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我們一起打三三 可是就是他都會分球給別人 就是不會一直說自己投球 他都會教我們 他很厲害 就是他看就是看起來老老的 可是就還是像年輕人一樣 很有火力 然後在場上會指揮大家要怎麼進攻啊 然後自己投球超級準 大概這樣就很佩服他 有一次去打球的時候 剛好看到他開著小貨車 然後也有載著鐵梯 他就爬上去換他自己做的網子 我們就只有見那麼一次面而已 沒想到四五年過去了 他還是像以前一樣 做他自己覺得是對的事情 然後堅持他的理想 觀測他的信念 所以我覺得這很難能可貴 我覺得這樣 就是其實沒有人會想要 無常幫大家做這些事 可是他卻做了 覺得很佩服 我覺得現在 就是無私奉獻的人很爽 社會上 然後就是阿伯還這樣願意 肉心換網就是 覺得很感動 對啊 而且就很謝謝他幫我們換籃球網站 就是看著阿伯這樣子的話 就會想要 就是也一起維護好這個球場 就是可能不要做一些 會破壞籃框的動作 對啊 然後也希望自己如果以後做社會 可以幫助別人 對 這位善心的籃網博 默默地為了和他一樣熱愛打球的球友們服務 他的足跡遍布各大籃球場 下次有機會看到他的身影時 不妨向他說聲 辛苦了 謝謝你 這樣喔 不用啦 不用喔 就專 要專題 用網路就好了 好 呀 我比較想剛才 我比較想剛才 好 好